中国同索罗门群岛开展安全合作 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这有利于促进索罗门群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符合南泰地区共同利益 中所安全合作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合理合法无可指摘 我倒想问问澳方宣称索罗门群岛是其后院 要对中所安全合作划红线 这不是胁迫又是什么 澳方对所政府行使主权权利 自主开展对外合作 百般阻挠 这不是干涉又是什么 澳方与域外国家暗想操作 拼凑军事集团 加剧核扩散风险 这不是调取地区形势紧张 企图搞地区霸权 又是什么 索罗门群岛的主权 也是主权 澳大利亚 个别政客应停止颠倒黑白 贼喊捉贼